我看到我投影片有134張 所以可能速度會有點快 那我做這麼多人還蠻高興的 來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題目 首先這個是我的一些個人的基本資料 我目前主要的工作是寫Ruby跟 Rails 以及Flash跟NationalScript 然後目前正用一些RubyC寫一些小玩具 因為我想時間不太夠 所以呢 這是我Twitter帳號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不確定後面的Q會時間夠不夠 所以咱們往上聊 然後我會盡我會的回答大家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Jall是不是這個東西 Jall是不是其實它越來越受歡迎 功能越來越長大 然後越寫越複雜 複雜到我已經看不懂了 然後呢 它以前是這個樣子 就是其實它 以前會覺得說 它只是一個拿來做表單驗證 只是做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可是慢慢呢 現在已經時代已經變了 然後從前面的表單驗證 到後面的作業系統的 要寫上大型座 而且作業系統已經都寫得出來了 然後我就覺得說 Jall是不是好像現在 大概除了生孩子不行之外 其他都OK 那Jall是不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它很好寫 很容易 可是其實也可以寫得很糟 要寫得很糟也是很容易的 所以其實我今天的主題 雖然是Happy Programming 或是Covies Script 但其實那個Programming Covies Script那不是重點 我覺得重點是快樂 因為寫成世界都快樂嘛 不然會 就不好玩了 好 首先我們開始來講 Covies Script那Coffee 不是這種咖啡 不是這種咖啡 也不是這種咖啡 我們今天講的是另外一種咖啡 那 可是其實我不知道 為什麼那麼多的工程師 喜歡用 食物當作 例如說 蛋糕啦 或者是 紅茶 或者是 綠茶 或者是什麼什麼的 然後這咖啡也是 好 不過反正這個 可能工程師有他的理由啦 Covies Script是在 是由我們一個 心目中所崇拜的大大 叫Jeremy 所寫出來的 不是打球那個啦 是那個 是那個 一個很厲害的人 他大概在 根據他Github的那個 那個紀錄 他大概在2009年年底的時候 做第一次的Covies 然後 我自己的話呢 是在去年差不多這個時間 然後開始 開始寫 然後差不多滿一年 那主要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 Rex啦 因為他在 Rex後面比較新的版本 他已經把 Covies Script 納定來變成 它一個標準的功能 那 很有趣的是 Jeremy本人 他說他在某些網站上面 有看到一些 一些訊息 他說 我發現有人 有那個 五年以上的Covies Script 的程式紀念 這真的超強 他想學到他學校 我覺得 這 這 有時候 在糊弄人家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那個老爸是誰 好 第一次看到Covies Script的朋友 也許會覺得說 那個程式語言已經那麼多種了 又 難道又是一個新的程式語言嗎 其實不是啦 如果你看到某某 你又看到這裡有一個紅色的 它就是JavaScript 它就是JavaScript 對 就是JavaScript 然後只是說 它用不一樣的語法來寫 它的語法是從 Python 從Ruby 從Haskill 去借過來的一個 所以它是一個 混血的 或者是講比較難聽 就是雜種 然後它 反正寫了寫了就會知道 最後呢 它會編譯成 原生的那個 JavaScript程式碼 它編出來的東西是 那個 JS Lincoln comparable的 所以呢 它的確 還是JavaScript 不過 我個人自己寫的心得 雖然它這樣寫沒錯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它是Covies Script 它不是 給你姓姓剛好 好 這個當然有一個三圖線 其實這不是三圖線 這個 不會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它就是Covies Script 然後 如果你要學它 你就把它當成一個 新的程式語言來學 比較不會混亂 所以 到底Covies Script Covies Script 可以做什麼事情 Covies Script 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JavaScript可以做的事情 JavaScript 過得到了 它就可以做得到 JavaScript做不到 它也做不到 所以它可以做前端 可以做後端 然後等等 它的一些行動裝置 然後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是 大概可以少 百分之三十的程式碼 就是我程式碼可以 本來可能錄了一些十行 可能變七行 那 上個月 也聽在那 OSD聽到那個 唐鳳講話說 它從兩萬行 寫到 5000行 那個是 打 2.5折 那個等於少百分之75 那 相當驚人 那 甚至其實 Covies Script 本身也是用 Covies Script 自己寫出來 那大家也許會好奇說 要怎麼樣才能自己寫自己 然後為什麼 那個 到底是 那個 信仰提 要信仰帶 其實Covies Script 一開始 他就用Ruby寫的 那 Jeremy本身也是一個Ruby的高手 所以他先把Covies Script 寫出來之後 再把整個翻成 用Covies Script 去寫自己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我心目中 崇拜的大大 那 大家也許會好奇說 那原來的JavaScript 有什麼不好 其實沒有不好 就是說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這本書 這本書 其實它的比例 跟那本 聖經本 差很多 然後 它有一些 壞味道的東西 其實應該是這本書 我覺得 JavaScript很容易讓人家寫出 不太好看的東西 那我想在今天 那個最後面 的長天秀 好像有一場特別提到說 我搞不懂 JavaScript這東西 應該會在那一場 會有一些 一些有趣的議題 就是特別講到這些 可能它看起來 味道不是那麼好的 那對我來講 我覺得 Covies Script 就是一個 它看起來像英文的語棒 然後呢 它有一些語法唐一 以及一些優良的部分 我們來看語棒 我們今天程式門 不會看很多 應該也不會叫大家寫 就看 因為我們時間 不多 來 首先 你看到 其實這個很重要 這個其實最終也是很多 不喜歡它 就是 它是用 縮牌 就是Tap 或空白 來做它的那個 Covlog的一個區別 那我知道 以前不喜歡 可是我 因為我自己之前是寫Python 所以我其實我蠻喜歡的 所以以前是這個樣子 都不見了 變這樣 這是縮牌 因為你看不到 所以 然後 這串了串接 這串了串接 以前可能是這個樣子 就是串了串了串了 然後這樣一直接 那 在 Covlog它還是用這種方式寫 就是用一個 緊字號 然後一個大括號 把變數包進去 這次用跟Ruby是一樣的 然後 結尾的分號 前不久聽說 也吵了一陣 就是 到底要不要加結尾的分號 欸 它不要 它直接刪掉了 太好了 然後 又是宣告 它也不用 其實不是不用 它是說你在寫的過程中 它不會 你可以不用特別去宣告它 但它最後編音出來 還是會幫你宣告 然後 Function的寫法 用一個箭頭 一個箭頭 然後可能會 這邊可能會打到 請各位看兩邊 好 這個 就是 就是一個 一個名字 然後一個 中間那個message 是它代句的參數 然後底下是它的 程式碼 它翻譯說會變這樣 它本來 它本來 它可能兩行 然後翻譯說會變這樣 然後各位可以看得到 其實它前面的那個 VAR 那個VAR 它一樣才會幫你做 再來 再來 Jobscript的預測參數這邊 呃 因為Jobscript其實沒有 預測參數這種東西 所以 如果你是這樣寫 那它會幫你翻譯一整 message 然後 跟你帶 一個預測參數進去 我想這個 還蠻方便的 小括號 不再 用你需要 那看情況了 所以你本來可能 例如說可能這樣寫 一個function code 然後一個 greeting 然後後面再參數 然後 就會變這樣 其實就是把 包含拿掉 把尾巴的那個分號 也可以拿掉 然後因為每一個 所有的東西 都是expression 所以你的return是可以 不用特別寫的 那 也就是說你可以寫出 你本來可能要寫 這樣子的東西 你就hello等於 然後 然後 可以只要寫這樣就好 再來它的陣列 正列其實我很喜歡這個 因為陣列 本來可能 例如要寫這樣 1 2 3 4 5 10 超好的 回圈 回圈 這沒什麼好講 就是for回圈 然後用for in的方法寫 然後你可以看到 那個for in 後面那個東西 因為它是一個陣列 所以它會被翻譯成這個樣子 然後 其實就是一般的for回圈 再來 這也是我很喜歡的部分 就是 它的那個if 可以放到後面去 跟那些Ruby一樣 就是 應該它看起來更像英文 還有一些欲法堂義 例如說yes no yes no 其實代表就是true 跟 它會幫你翻譯成true跟false 所以 例如說 有人問你說 what do you marry me 然後你回答true 再怎麼去呢 你回答yes就好多了 再來 還有在is isn 其實is isn 等於not 的意思 但是因為你這樣整個句子看起來 你會 因為它看起來就更像英文了 所以 呃 我還蠻喜歡這個樣子的 這個 這個 兩個圈圈 這是oo 然後 其實是我喜歡它 最大的原因 因為它可以讓我用 本來是用prototype的寫法 然後 可以用class的方式寫 因為我之前有可能寫 那個is no script 或者寫 Ruby Python都是用class的方式寫 所以我看到這種class 我會覺得很親切 然後看到這個prototype 我會覺得 很 呃 我不熟啦 好 那 它也可以寫constructor 那constructor 就是 就是 就是一行就可以搞定 然後它會不會翻譯成怎樣 這些細節我想 在那個 用時間不多 所以請各位在 那個coscript的官網上面 可以看得到 那到底 有什麼差別 差別就是 你本來是這樣寫 你腦袋 然後寫job screen 然後正臉的眼睛 結果結果出來 那現在呢 你就中心多卡了一層 那個 carpiscuit carpiscuit在中間 如果你都還是沒辦法想像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的話 你就想像它是 那個 小叮噹給你一個翻譯年糕 雖然 至於說 這個翻譯年糕 或者翻譯蒟蒙 把你翻譯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正確的 那是 那就是另外一個故事 但是至少 他會幫你翻譯這東西 那而且這翻譯年糕其實不只 不只一種 這邊有個連結 如果各位可以看那個 呃 可以看 可以幫他打的話 打得及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會更多 參考資料呢 讀官網 官網很重要 官網上面的資料 你看完一次 你大概就會寫了 或者是 那不要連的 請看這個blog 好啦 我們那個 我講一半了 來 然後 當工程師啊 如果沒有看到一些 所見極所的東西 一定會覺得說 我這一趟聽完 哈哈 然後笑一下哈哈 很好笑 然後 可是沒有學到東西 我覺得 要是我 我交代不過去 所以我帶了幾個 很簡單很簡單 大概五行十行內的程式碼 給各位看一下 大概會長什麼樣子 就是 我本來要Jobscript寫的 然後 我要怎麼樣把它轉成 那個Jobscript的語法 好 這是一個 大概就是一個 大家可能都寫過這個 你進到E-mail Dong Hello Jack Curry 這是一定很基本的東西 那 如果要改的話 首先 先 先把那個 大括號拿掉 然後大括號拿掉之後 那個Function呢 用成那個 鍵號 處理掉 然後再來 那個 小括號 跟引號 是不需要的 所以 原來的東西 就被 本來大括號 還有Function 才全部被處理成這個樣子 好 再來看 複雜一點點的 其實沒多複雜 就是H1 按下去 它會變HTML的內容而已 那這個要怎麼寫呢 其實你如果 其實可以先猜一下 猜猜看 其實它就是 把Function拿掉 然後大括號拿掉 差不多這樣 所以呢 例如說 這個首先我先 開始去轉 我把那個 Function拿掉 大括號拿掉 上面這邊還有一個Function 所以這邊再一個拿掉 然後這個拿掉 再來 後面這個 括號拿掉 分號拿掉 這個List 可以換成Add 所以 所以原來可能五、六行 就變成一個很簡單 一個很簡潔的 Capscript的語法 好 再看這個 看起來有點複雜 也很囉嗦的 它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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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Plug-in 然後可能 例如他在檢查 他是不是控的 然後或者檢查 他是不是Email 整個格式 然後呢 來 稍微有點囉嗦 多一點點 一樣 先從Function開始著手 Function它有一個變數 所以這個Function我會帶個變數 然後一樣一件號 大括號拿掉 尾巴這個處理掉 好 然後return呢 剛剛提到是不用 我們處理得完一個了 再往上面還有 上面還有 一個的Extante那個 來 動作快 來 一樣的處理方法 大括號拿掉 然後return 那return是不需要的 然後再來 那個Value其實也是不需要的 最後 分號處理完 結果差不多這樣 然後接下來 因為我要是要寫一個 JQuery Bargain 我會把那個JQuery 那個抽出來 然後 變成一個錢號 然後呢 開始清除一些渣渣 就是這些 沒有任何東西 把它清除掉 所以這樣一些都是多的 然後最後 很重要的就是要縮牌 縮好 就這樣 它其實看起來 更 清楚 更簡潔 因為至少 我不喜歡看大括號 我看這個 我看得還蠻舒服的 其實剛剛那些動作 你都可以做到一個 一個工具叫做 這是to copy的東西 它可以幫你 翻阻回來 只是它翻阻回來的東西 不見得跟你的東西 是一樣的 跟你寫的是一樣的 就跟你把 一串中文 丟到電子翻譯機 一樣 它翻譯出來的 不一定是 翻譯出來是英文 可是不一定是 英語 來 我們很重要 但是 如果這個東西 真的這麼好 其實我不相信這種事情 一 我們一定會遇到一些butt 而且讓人生最厲害 就是這種butt 這butt 可讀性 沒有這麼完美 因為 也許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 它的可讀性 變高了 可是滿變短的 可是這不代表 你就看得懂 因為 其實看得懂 可讀性高 跟你看不看得懂 是兩回事 如果你能力不夠 你是看不懂 然後 然後 在之前 如果本來 寫教會是寫得很糟糕的人 他翻譯到 其實他還是有機會 把它寫得很糟糕 因為 照報的 不是程式語言 是人 好 然後這個其實也是 一個很大問題 就是 前面提到 我們是 考取有用手牌來處理 處理這些 他的code block 但是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 這是一個 類別 然後 我們主要是看第四跟第五 就是 greeting的部分 好 然後呢 他其實這個檔這個樣子 可能各位看起來會比較清楚 那如果我把這個樣子 往前縮一點點的話呢 這邊的指示門會跑得底下去 他不會報錯 他會 要唸一點點探 那如果我縮回來 再退後 再退兩個 他 會縮進去裡面 他也不會跟你報錯 所以 你會發現 你在你bug的時候 是很痛苦的 因為 你如果看編出來的東西 你 不小心縮盤 縮錯了 你是不知道的 而且 對於 沒有寫過拍子 或者沒有習慣 用 用說牌當作一個 一個分隔的人來講 其實這個很容易犯錯 再來 小瓜哥我們剛剛前面也提到說 可以省略 但是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 這個一個很淡錯的 一個Hello 然後Hello加五 Hello加五 它 就是 就當這樣子嗎 但是呢 如果我們不小心 一個不小心 一個不小心 把這個加 這個空白 弄 弄 弄 少了空白 這個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變成這個樣子 其實他 因為他 把它當成是一個 一個 參數傳進去 那這個加五呢 其實在JeroScreen 它是一個 它會幫你做形態轉換 所以變成一個Hello Hello 數字傳 一個 數字傳進去 那跟你跟你要的結果一定是不一樣的 那 大家會覺得說 那 既然有這麼多問題 它們有什麼好的debug 的工具 有啊 就是你的 腦袋 你最好在你腦袋裡面建立一個 那個 那個 人肉的compiler在裡面 好 雖然說 前面我剛才講的一些 那個 一些 優點跟缺點 然後 但其實重點 Coffice文並不是拿來取代 JeroScreen 它是提供你另外一個option 可以 可以寫JeroScreen 那至於知道這個option 是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我想這個因而而異 有些 就看各位的悲情 有些如果你喜歡寫Ruby選 還是 也許這個對你來講是 是架心就熟的 那如果說你本來就不知道JeroScreen 是怎麼一回事 你希望用Coffice文就可以解救你的生活 然後 你一定會遇到麻煩 你一定保證你會撞滿頭包 然後不知道是 這是什麼狀況 所以 我做個小解 誰在用Coffice文 這個東西 其實有啦 就有些公司或者有些 大大有的確在用 那 還有我自己啊 不過其實我老實說 我不是很在乎 因為一個東西 到底 你要看誰在用 你才去學著他在用 我想那個已經 不見得是開心 我覺得東西用自己開心就好 那你用這東西 你的程式碼 一樣有 結果 有一樣的交界 那 進度有到 其實我不在乎到底有誰這樣 就算全世界只有我在用 我會用得很開心 那誰會 誰不需要這種東西 有幾種人不需要 就是 你可能跟我們打 打東西你就不需要這東西 因為你可能不喜歡塑派 不喜歡那個 你就是喜歡有分號的 然後 還有就是 你本來就已經是一個大大 然後 你程式碼 你的教學版就寫得很好了 那誰可能會喜歡這東西 那 就直接反過來 大概就是 像例如說像我啦 我不喜歡 禮包的加分號 因為我常常忘記加 然後 不喜歡大括號啦 因為我覺得看起來其實還蠻醜的 然後 然後 還有不喜歡那個 寫法 比較喜歡 的寫法 那 可能會喜歡 還有 見得喜歡 可是也許會是工作上需要 好 總之 這個 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會來課要結束了 來準備蓋上牌 結束這個回合 我應該要學 Covic Script 嘛 它值得 我花時間去學嘛 在我個人在下小弟的一點點著見 我覺得你應該要 學 Javascript 然後呢 用Covic Script 去 去寫Javascript 我覺得 個人覺得 我覺得非常的 值得 那 我寫了之後呢 我就回不去了 就跟那個 神一樣 那個什麼什麼 電視劇那個一樣 就回不去了 不管如何 我覺得 至少給他一個機會 試試看嘛 反正也不會爆炸 然後不喜歡就 就丟掉就好了 說不定你會喜歡他 或者討厭他 所以大家會覺得 快樂嗎 在試的才知道啦